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俄乌战争进入第984天 乌方透露俄军一个月损失400人 美方暗中原乌先进装备 以防御俄军无人机的袭击 美方称俄精锐部队已被彻底击败 杰克总统决定允许本国人加入乌军对俄作战 先说说俄罗斯境内战况 在库尔斯克前线,乌军在突出部发起了持续进攻 ISW的地理定位图像显示 乌军在波格列布基北部的一个邻区继续向前推进 俄军则在波格列布基北部另一个地区 沿着若沃肖洛夫卡向南进攻 双方控制线没有什么变化 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放在乌克兰境内战场 昨天,多西耶、石皮奥纳频道经过核实后确认 在过去几天里,乌军海马斯发射急速弹药 以连续两次打击了俄军机械地 这两次分别是 10月30日,乌军两枚导弹击中了俄军第76空降师 第104空降突击团的集结地 俄军11人当场死亡,另有14人受伤 11月1日凌晨5点左右 乌军又发射了6枚伦军战术弹道导弹 突袭了位于顿涅茨克州 莫斯偏定居点附近的俄军S-300S-400防空系统 导致俄军两死12伤 S-300S-400防空系统损坏情况还在评估中 在顿涅茨克州西威尔斯克方向 乌军第十三地旅雪荣花阻击了俄军大规模的进攻 一场厮杀后的结果是 俄军6辆坦克9辆步兵战车被摧毁 19人死亡,23人受伤 俄军第十旅零伤亡 有个画面,俄军开着面包车发动死亡冲锋 还按照惯例嘴里喊着呜啦呜啦 跟无头仓似的拼命的往前冲 然而大家都知道,就是俄军不知道 面包车是毫无防护能力的 乌克兰第56马里乌布尔摩布旅发的视频显示 在顿涅茨克州的格里格洛夫卡战区冲锋陷阵的俄军 被乌军无人机呼叫炮火 集体被炸的场面 其中监控战场实况的乌军无人机一直绕着现场飞行啊 最后的一个镜头是 俄军的面包车和所有人都被团灭了 一个活着的俄军士兵在负重伤后自觉救助无望 给自己来了一枪彻底躺平了 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昨天说 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阻止俄罗斯发动全面战争以来 发起的最强大的公职之一 对称乌发在过去一周又被俄军新攻占了150到200平方公里涂地 乌方今天发布的战报说 乌军新坚敌1410人 同时摧毁俄军坦克12辆 装甲车36辆 火炮10门无人机70架 巡航导弹1枚 军用卡车46辆 特种设备41套 乌克兰国防部宣布 在刚刚过去的10月份一个月里 俄军又损失了41980人 美国乌甲大楼透露 俄罗斯的精锐特种部队 在乌克兰战争中几乎被彻底击败了 在战争爆发之中 俄军特种部队与精锐空降部队一道 杀到了基辅近郊 在基辅机场与乌军恶战多日 最终被乌军机械化部队 在纵炮火力支援下击败狼狈逃跑 其后 俄军特种部队在边境等地 只参与了小规模的渗透作战 再没有大的行动了 特种部队 空降部队以及海军陆战队 是大俄的精锐部队 这些部队几乎已被消耗殆尽了 可能是真实的 有的部队 比如俄军第15海军陆战旅 人员早就换了不止一茬了 现在大俄之所以难以发动 大规模的机械化进攻 除了缺乏足够装备外 人员素质相比战争初期 亦有大幅的下降 所以只能打人肉进攻战了 消耗战阵地战 自去年10月以来 俄军兵员的战损 在足月的攀升 越来越多 这也说明一点 俄军的人肉进攻 很难持续的 所以才有了朝鲜军队入场 替俄军进行人肉进攻的情况 至于未来的作战效果 普遍不看好 再看后方互动及援助情况 11月2日媒体消息 乌军已在悄悄使用 美国盾牌AI公司生产的 实验性VBAT侦察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对俄罗斯 无线电电子战系统 具有很强的抵抗力 乌军特种部队 可以从距离前线 40公里的地方 发射VBAT无人机 并在俄罗斯军队后方的 100公里纵身处 进行作战 其中 该无人机发现一个 用于布克防空系统的导弹仓库 然后呼叫海马斯 将该仓库摧毁 这点有点 变相援助乌方远程武器的意思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外交事务上 发了一篇文章 他说 在这场战争中 没有任何的灵丹妙药 任何单一能力 都无法扭转局势 重要的是 乌克兰军事能力累积效应 以及对有效措施的官法 他称 与媒体的观点不同 美国领导层主张 将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 直到乌克兰赢得胜利 而不是通过某种妥协来结束战争 对那些认为美国的领导地位 是要付出代价的人来说 请考虑一下 美国撤退的代价 面对侵略 抵抗的代价 总是与投降的代价相形见着 他还说 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 对整个西方世界构成了挑战 美国的安全 要求我们对抗普京的侵略 通过近期美国及其盟友 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可以看出这批援助不仅可以支持乌克兰武装部队 在前线的作战 也在为乌军组建新部队提供支持 再加上乌方稍早已宣布再次动员16万人 以改善前线俄乌两军兵力对比的问题 这说明乌克兰正在悄悄地改变自己的武装力量 质量和规模 10月2日 澳大利亚宣布将向乌克兰交付高精度航空炸弹 据悄阿大利亚向乌方交付了一批 据达阿姆ER滑翔炸弹 没有提及这套舰数量和转移日期 阿姆ER是一种空对空导弹 能够击中72.4公里内的敌防目标 原偏差不超过11米 捷克总统发言人表示说 总统批准60名公民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 据介绍 目前应有超过180名捷克人申请了加入了乌克兰军队 按照捷克法律 公民参加外国军队 需经过总统批准授权 乌克兰特种技术出口公司总经理奥列克西比德罗夫 昨天表示 乌克兰有望在明年生产出自己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并在2025年中期实现全面生产 这意味着乌克兰远程导弹有望在2025年获得巨大突破 并用于实战 结果最后再说说以色列方面的消息 乌克兰宣布活捉了一珍珠党高官 以色列军方消息人士2日证实 乌克兰从海上潜入黎巴嫩北部 成功抓走了一个珍珠党高级官员 然后乘快艇离开了黎巴嫩 这次执行任务的是以色列海军突击队 他们在一日从海上登陆黎巴嫩北部 抓获了一名黎巴嫩珍珠党的高级官员 是珍珠党的高级官员 以将其带回以色列进行审讯 以色列方面有关人士在社交媒体上说 以色列海军一日抓到的那个男子 名为伊玛德·阿姆哈兹 他是珍珠党的高级官员 以色列军方对近期进入黎巴嫩 进行地面行动做了评估 以军称 自开始与黎巴嫩珍珠党作战以来 以军已打死近3000名珍珠党的武装成员 由于役后全球经济运行不佳 各国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 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 以及俄系的伊朗对以色列开战 甚至是台海开战 不仅将彻底的打破二战后 全球基本和平局势 也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创 如今朝鲜的行为不但影响了俄乌局势 它对朝鲜半岛 南中国海造成难以预计的影响 全球动荡更加加剧 很难说以后会怎样 2025年到2027年 是危险的三年 希望能够平稳度过 不要把我们平头老百姓 拖入战争的泥潭中 说些些有什么用呢 我们已经处在历史的大潮中了 只是时间来的早晚罢了 我们都是小人物 身不由己